2007年,一位中央戏剧学院的大四学生驾车为章却将警察拖行百米以致身残。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日后成了顶级的流量明星,他就是张翰。 张翰肇事后毫无悔意,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最终逃脱了惩罚问责。 但此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张翰的心路前程,在此之后,他成功进入娱乐圈。 2009年,张翰参演了《一起来看流星雨》而深受许多网友的关注, 再加上参加了《花儿与少年》节目中,更加加深了粉丝们心中的地位。 那么,张翰的背后靠山到底有多硬? 肇事逃逸至交警残疾,凭什么还能进娱乐圈? 这里是闲鱼记,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张翰的背景。 说起最近最火的剧,应该就是张翰的《东八区的先生们》。 此剧为张翰自编自导,亲自担任制片人。 开播前据说是打磨了十年的原创剧本。 但可惜的是,应该没人否认《东八区的先生们》应该是今年的烂片之王。 该剧一经播出,差评如潮。 某平台上更是被十万人打出了历史最低分,2.2分。 网友纷纷留言要求下架《东八区的先生们》封杀张翰。 为什么张翰会受到网友如此的反感? 让我们来看一下《东八区的先生们》中的场景, 充满了张翰本人的骚操作。 剧中张翰明明一台胳膊就可以接住女主角王小陈, 却偏偏伸手扯了一下女演员的那一代, 这个行为实在太迷惑。 更过分的是张翰还借演戏之名,光明正大的实行耍流氓。 剧中有一幕是张翰搂王小陈坐他身上, 正常电视剧一般是搂腰, 而且男演员会刻意避开女演员的隐私部位。 但张翰不同,他不仅没有避开, 反而直接把咸猪手伸向了王小陈的胸部, 还短暂停留了几秒, 这个动作堪称毫无下限。 而且张翰还是一个惯犯, 有网友八出在与张君宁合作温柔的闲时, 他就对女方有过习凶的动作。 张君宁在跟张翰出席活动时, 张翰搂了一下他, 张君宁直接眉头紧皱, 一脸无奈,都放弃表情管理了。 跟徐璐同台, 只是想摸一下徐璐的脸, 徐璐就一脸惊恐, 吓得花蓉失色。 热搜上张翰的手等话题, 引发的疑似不尊重女性的话题, 直接击中了观众内心的痛点, 实在是输了作品的同时, 也输了人品。 东巴区的先生们开播后, 观众们的眼睛和心灵都感觉到被侮辱, 剧里面充斥着各种降制情节, 比如有一个经典画面就是, 霸道总裁张翰穿着白衬衫, 赶时间所以在出租车上吃泡面, 司机一个刹车, 张翰的泡面就毫不意外地全洒衣服和车上了, 结果司机还不生气, 居然还给张翰道歉。 如果是正常的普通打工人, 就算赶时间也不会在出租车上吃泡面吧, 如果真的很饿, 大家也会选择一些便携的面包饼干之类的素食, 此外正常司机应该不会让端着泡面的乘客上车。 网友们纷纷吐槽, 这个情节究竟有没有生活常识? 也对, 编剧是张翰, 那就可以理解了, 毕竟他平时可以在自己宽敞舒适的房车里用餐。 在电视剧《东八区列先生们》里, 张翰又一次演霸总, 用张翰自己的话说, 霸道总裁不好演, 但观众们纷纷表示你演得挺得心应手的。 网友们可能不太清楚, 《东八区列先生们》的出品方为浙江东阳, 一画开天影业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由张翰99%持股的公司。 再翻一下张翰的家底, 张翰直接或间接持股实家企业分布在影视行业及餐饮业。 而且张翰本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总裁, 其家庭背景也是非常雄厚, 可以说是家资俱万。 据知情人士通路, 张翰的妈妈是一名医生, 爸爸是一个集团的董事长, 是货真价实的富二代。 从张翰曾晒出的大家族全家照的背景来看, 其室内装修不像一个普通人家的装修, 非常的奢华大气。 有消息称, 张翰手底下的豪华座驾总价值超1000万, 不仅拥有一辆劳斯莱斯, 除此之外, 张翰还曾开着一辆兰博基尼跑车上街, 外观似一头充满力量正向对方攻击的斗牛, 与大迅高性能跑车的特性相契合。 另外, 张翰还有一辆炫酷法拉利, 名下还有奔驰房车等名贵车型, 总价值已超过1000万。 张翰曾开着他的兰博基尼跑车, 在街上飞驰, 但他是否还记得当年被他脱刑置残的警察? 2007年, 张翰的名字还是张翰, 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大四学生, 一日他驾车在北京二环路建国门桥下路段行驶, 因为涉嫌违章驾驶而被交警拦下, 本来就是一次非常普通的调查询问, 但是车主却猛踩油门, 试图强行离开, 当时执法交警抓着车门来不及放手, 被拖刑百米, 在过路四家车的堵截下, 才将肇事车辆逼停。 此时被拖刑的交警已多处受伤, 送医后诊断为手臂处粉碎性骨折, 肾脏终身损伤。 就这样一名藐视生命和法律的肇事逃逸者, 如今在东巴区的先生们中, 却给观众谱法交通法, 这是无心之举, 还是有意为之, 真是莫大的讽刺。 作品差, 没演技, 只能说是业务素质低, 但拖刑交警这种行为, 已经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进入娱乐圈呢? 张翰驾车拖刑交警致残的时候还未成年, 因此逃脱了法律的惩罚问责, 其丰厚的家地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给受伤者支付了一大笔赔偿金后, 最终把事情强行压了下来。 这也不禁让人感叹张翰的家底背景有多厚, 而且金钱的力量还远不止这些, 就连一向对学生严苛的中系, 也给张翰开了个后门。 张翰肇事之时, 离他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还有四个月, 但中系向来已对学生严苛著称, 校规规定学生在校期间, 但凡构成刑事犯罪, 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将会被开除学籍。 张翰的行为有目共睹影响恶劣, 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前途。 在中系的毕业照中, 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张翰的身影, 似乎并没有受到学校的任何处罚。 毕业后的张翰更是凭借 一起来看流星雨中的 慕容云海一绝而一炮走红。 而我们能看到的是, 张翰的名字由原来张翰改成了张翰。 这种操作, 名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怎么能蒙蔽得了广大网友的眼睛呢? 这场事件对于身材的那位警察来说, 一辈子生活已被改变, 但对于张翰来说, 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改变。 张翰在进入演艺圈后, 霸道总裁的形象一直没有改变, 在各个剧组堪称大哥大, 连导演都得看他颜色形式。 张翰拍摄一部古装戏时, 身着深色衣服一不小心出镜了, 导演想要补拍一条骑马的场景。 这种动作也不是什么危险动作, 也不是很难的戏, 但张翰却急不耐烦皱起了眉头, 直接和导演说, 找个替身把自己的外套给他就行, 拍个背影, 剪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好。 而导演完全不敢违背张翰的意思, 唯唯诺诺答应了, 等张翰下了马, 导演还得叫翰哥, 张翰的排场够大。 这么大的话语权, 怪不得如今的影视作品越来越不好看了。 这么简单的戏, 多拍一条能怎么样? 对于娱乐圈多则百万的日新, 一个小动作都不肯拍, 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这种耍大牌的明星, 相比那些亲身去演戏的敬业演员, 高下立判。 前段时间, 李一峰因找小姐被拳网封杀, 说明观众眼中不能揉一粒沙子, 但是相比之下, 张翰这样一个人, 一部剧, 为什么还能频频出镜, 过神上演? 真是细思极恐呀。 这里是闲鱼镜,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 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